由《王的男人》的导演李俊逸指导 车胜员、黄正民、韩之慧主演的韩国古装动作片《出云之月》备受关注 本片是李俊逸的第三部古装片 改编自漫画家普兴勇的同名漫画 故事讲述了政治认臣窝乱的1592年 朝鲜局势一片混乱 一位为了守护世间太平的勇士 与想要自立为王的逆臣之间展开了生死对决 片中的豪华演员阵容令人期待 韩国电影《出云之月》发生在16世纪的朝鲜时代 故事描述身处困境的下层阶级的人们 为社会的平等而斗争的故事 这部历史剧是根据漫画系列改编 并由著名导演李俊逸指导拍摄而成 李俊逸曾指导过大卖影片《王的男人》和《黄山伐》 其中《王的男人》成为韩国电影票房历史上名列第三的 该片由演员车胜元扮演叛军首领李孟赫 黄正民扮演的传说中的盲人剑客黄正赫 则为了守护事件的安定而出面阻挡 本作的文化《王的男人》和《王的男人》和《王的男人》和《王的男人》一身》 非常体重的观伍 也很轻松一点 我只是相对于現場的专irm 和发展 整个的角色 其实我第一次拍摄了一幕的剧《天生》 她也没有用力 第一次拍摄了一幕似的目的是 但是 我们和这些些人都有关于 我们的次鼓务 我可以教大家一下 我感谢您的声音 我看了个视频 我看了一些温泉的温泉 温泉的温泉 温泉的温泉 我看着你很久不见了 我去过去的温泉 我看着你很久不见了 我去学校 我跟语读读读读 我从成功下来的温泉 我训练的温泉 我训练的温泉 就跳过去等待中间我的《煮剧》 雞纵,即是enders吧 iona奶油调启饮了 有受伤感到照片 好了它的微合做了 也不像它啊 那等于 fellowship的事情 只看得到吸引 他们都梦见了出云之月 车胜员扮演的叛军首领李孟赫 为了推翻腐朽的朝鲜政权 重建一个新世界 而带领叛乱军揭杆起义 黄正民扮演的传说中的盲人剑客 黄正赫出面阻挡 李孟赫打破了黄正赫的信仰 并夺走了他挚友的生命 白成炫在片中扮演的剑子 是一个对子里的数字身份十分不满 决心要抱李孟赫杀父之仇的角色 韩智慧则扮演车胜员的旧情人 妓女白纸一绝 她的唯一心愿就是和爱人在月光下漫步 然而剑子却高声地吼道 你曾经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过吗 后来倒在月亮的光辉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